但是现在这个个人健康情况算不算一个隐私啊 能不能知道 现在说啊 就是在日本发明了一种这个马桶 就是说他曾能够从你的排泄物 然后能够马上出来 就是说你现在的健康状况 说好多公司就是收集员工的 我觉得很多 马上知道你身体行不行 现在还有那个国内有一家企业 是做手握在那里 握30秒钟 他能够给你做个体检报告 一个唾沫什么滴血 你觉得现在都时髦 我觉得挺重要 现在时髦到日本做体检 就说日本的体检世界有名的 因为日本是个癌症高发国 为什么呢 因为它老年社会 所以呢 就是现在好多人时髦到日本 就说据说把你这个细胞里 恨不得有一个癌细胞都能给测出来那种 当然我不太懂啊 他的整个就是说他的精准度比较高 你觉得现在其实年纪再轻 去做一些基因检测啊 这体检啊 像我一年做一次 你做不做 我还要想 我想加一句 像我抽烟 我肺就做得特别的仔细 对对对 有特别的仔细 对 你准不准 之后就算准了 你如何来处理 如何来对待 有没有准确的 比方说你肺的有什么基因 这个有什么毛病 你如何来安顿 如何来治你啊 因为你假如那个也不算 但不一定构成一个临床的病 但不一定构成一个临床的病 可是你车出那个部分可能特别弱 也要在饮食了健康了医药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有没有好好准确的处理好 我告诉你前一个月哈我忘记那个人的名字哈在台湾的 才61岁突然一发发现了半年后三个月后就去了 胰胀癌 那个人是谁啊 那个人呢 这是从50岁开始 这是做一个生意 在台湾还蛮有名的 这是提醒你们 小心啊 不要以为年轻的时候不需要体检啊 要体检啊 然后体检的话来我们公司怎么检测这个基因 那个基因 之后他的生意就是说提醒你早一点体检 早一点找出毛病 早一点治疗 那他自己做了吗 结果就是啊 他是院长 这是他的生意 我猜他一定会做的 结果他没有检查出来 61岁就过去了 而且看你怎么样倒过来看 比方说讲到基因的话 有什么出洗基因 我早就知道了 我有 我没有去检查 我凭什么 一毛钱不用花 不用给6万块 我是看我祖父的照片 因为我看我祖父啊 我父亲的父亲啊 就是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应该倒过来说 我跟我祖父长得一模一样 祖父不在意的 有时候我就看到 我什么时候拍过这种黑白照片 然后吃我祖父 所以就留起胡子了 更像是吧 教族病史是吧 对 我告诉你 我那个祖父55岁去世 心脏病 然后呢 我祖母56岁去世 所以呢 我跟我祖父很像 非常像 然后我跟我祖母也蛮像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隔代遗传啊 我父亲现在80多了 非常 还算健康吧 那我觉得 我一定是有我祖父母的基因 所以我今年56呢 你都吓不起吓死了 对 小波 我就倒过来看 我就赚到了 因为按照这样的话 我可能应该55岁 就像文涛一样 生不如死 我说 带着一瓶东西 我就不管 我现在过了55了 我就觉得每一年 过一年再一年 我转到 他的心理自我疗愈 对 我转到57 就转了两年 58 转了三年 所以我这个人 过了50多了 过了我祖父 去世的年龄呢 我就生活的越来越放肆 对 咱们可以放肆 义军还要这个 努力奋斗 因为咱们这一桌 最大概率的是你 一个一个送走我们 对 你接着说 你刚才想说什么 没有 我那天 然后我那个朋友走了以后 我就赶紧上网查 要去做体检 就是因为有些体检 它不是那个单位机构会包的 你要自己去做 我就查好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你有个心理 就是说 你老想延迟 我就已经看好了 但我就一直没去 你从来没做过体检 你为什么想延迟 我不知道啊 就是我也不是不想知道 他信封那点钱 你太了解我了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经常会做一个 就是to do list 那种要有一个做事情的清单 这个头等钥匙是什么什么 体检一直最近几个星期 都在我的头等钥匙上 我就一直都没有按下那个键 打那个电话要去做 也是延迟性 跟我一样延迟性人格 延迟基因 又成人格了 延迟基因 就有一件事情特别重要 但我就放到最后去完成 是有这样的人格 但是 写专栏做节目 我给你讲小伯 你说这个 我最近我的朋友圈 我们这个纷纷要改这个基因 就你说这个基因 本来我们也有 就是把最好的苹果留在最后嘛 好的事留在最后嘛 像我爸一样嘛 但是 所以我就觉得 最近啊 因为一系列事件 引起的这个朋友圈 我觉得好像是某种 就是到了一个时候 纷纷的都有一个潮流 甚至我认为 就一下子开始反观自身 就是我们的生命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最近 我们在一块圆桌 就是说了 我就首先号召 我跟你说 买了新衣服 最好的衣服 当时就穿上 你知道吗 你穿上 你就再占便宜了 你就像我 他们就说 我买那个皮衣啊 好家伙 一年前买的太好了 我就留了一年 没穿过 一年后再去看 五折 我为了平衡 我为了平衡 你知道我干了件什么事吗 我又买了一件 他们说 那天那个经济学家说 你这个也对 实际上成本 平均成本 这样低了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们要认识到生命啊 国家多么希望你在那 在流逝 我们好多人的习惯 就是把好的留在最后 可是实际 也许我们从生命的角度 应该想想这件事 你最好的东西 你应该马上使用它 你就在发挥它的价值 你知道吗 你留着 我跟你刚好相反 我现在是家里面断舍离 都扔光了 我就觉得说 我都不需要这么多东西 反而是 我就留了几件 全中国女生 最会花钱的那种女生 叫做断舍离 为什么 发钱 你看那个硅子 把柜子衣服都弄没了吧 你会把柜子扔吗 你不会 他把柜子再填满一遍 全世界最贵的就是 老娘我断舍离 姑娘我断舍离 那花钱可狠了 你把柜子扔了吗 你肯定没扔 柜子里面再重新再装一遍 过三年 我断舍离 全部扔完 再来一遍 真是 我这里买了好多抽屉在里面 最花钱的就是他们的肉 我最近反思 不是这个物 我现在越来越珍惜人 倒是真的 就是我以前可能 我老觉得有些事 比如说你跟人聚会 跟人说过什么事 我觉得特别占用我的时间 我老觉得我是一根线往前走 我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目标 我要干嘛干嘛 不要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事 但是我最近就特别喜欢 没事跟朋友在一起 说一些很无聊的事情 我开始意识到 就是说当我有朋友走的时候 我开始觉得 其实每一个人际关系 他们的存在是支撑了我的这个世界 就是你有不同的人的这种人际关系 是你的这个世界能打开多大 一个人走了 我就觉得有一个脚就摊下来了 确实是这样 那不是英国有一个诗人写的非常有名的那个诗吗 就是丧中为谁而敲 就是每一个人的失去都是我的缺少 就是这个其实你想什么是你啊 你是人是整个社会关系的总和吗 所以其实你身边走了一个人 你这块大路就少了一块丧中为谁而敲 是吧 他正在为我们而敲 对不对 真的 我觉得现在应该想想 要不说我最近我也是老想 你想我这个聊天聊了都有20年了 我就在想我到底在聊什么呢 新闻也聊啊 经济也聊了 但是又不像人家那些专业的新闻 财经人聊那么专业 后来我想啊 这个我聊的 说一千到一万 聊的是人生 但是一说 一说这个 一说这个我是有点害臊了 你聊人生 家会就笑了 你是应该害羞 我是应该害羞 因为我们 你是不是应该到了他广告的时间 不是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 就跟这个女生啊 主打项目就是聊人生 人生聊不动了才上弗洛伊德 但是 把人家的人生聊成你的人生 但是当我年过半百之后 我回首往事 我真的觉得 最值得聊的还真就是人生 就哎 你想想看吧 最值得聊的就就是人生 我是真的想过 我刚才为什么笑了 有点不近 可是我必须诚实面对 因为有一回我们去哪里 贵州还是哪里拍个节目 吃晚餐 从吃晚餐到吃完坐车 回酒店的路上 吃晚餐大概一两个钟头 坐车也蛮远的路 一个钟头这样 我后来回到家里的酒店房间的印象 是说好像这三个钟头 文涛没有停过一秒钟在讲话 可是他讲一讲什么 我完全不记得 因为反正我主要责任 就是给反应嘛 他没停过 表情吗 每次他讲 讲完一个呢 大概我也在思考 他说的人生的时候 他又开一个话题 家辉啊 又来又来 真的三个钟头 我也是实在 因为最近找不着女的聊天 只能拿你成数 我真的 可是话说回来 你刚说什么朋友圈的感慨 好像要赶快先享受等等 我觉得这是生命最难嘛 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是最后 因为你刚谈到什么先后 什么东西啊 楼到最后啊 苹果最后 你永远不知道 什么是最后的 所以那有了好的 最好的苹果 现在就吃啊 那当然 可是那这样 你更要说 什么才是最好的 万一你之后没有了 你可以倒过来看 我现在吃了 没有了 就你这样 没有就讲胡子啊 就讲没胡子 我看你没有胡子 很难打 这个人当然就是 反正我觉得说 与其说什么 这是我个人的 与其考量说先后 什么好跟不好呢 反正来了什么 你知道我 如何对待他 你知道如何对待他嘛 这是我从小 我父亲就跟我说 他说小时候看命 有个看命的人非常准 他十来岁看命 批他六十三岁没了 OK 六十三岁门前挂灯笼 就说你大概活到二十三 那我父亲工作到五十多了 传了一点钱啊 从五十五六岁之后 到六十三岁中间做什么 只做两个字 花钱 吃喝喝玩的 什么去旅游啊 把钱花 因为他就是这样想 我到六十三我没了嘛 我留在干嘛 我当然把最好的 小孩也长大了 自己独立了 当然他不知道 其实我希望他 留给你 是吧 留些遗产 然后他花 结果六十三 我父亲非常健康 跑一百米比我快 然后钱没了 真心钱没了 很多钱的时候命没了 命没的时候还很多钱 真的 小波他六十三 我父亲今年八十二吧 从六十三到八十二 基本上他跟母亲的生活 就是在我的身上 这是我快没命了 后来我告诉你 更精彩啊 我父亲他很不服气 活到六十五岁的时候 怎么还在啊 还那么健康 还在广场看到大妈还会心跳 还说这样 那个算命还在不在 他就是不服气 去找算命的 真找算命的 算命不在 原来问了一下算命的 算命的人家人 他去世的时候 算命的人六十三岁死 我说 我说父亲 你是不是记错还是听错啊 他是告诉你 六十三岁我就死啊 我门前挂灯笼 你看不到我 就是你人的记忆有误嘛 我父亲真的好多年来 都是告诉我说家伙 我大概就是六十三啊 所以就哗哗哗 所以我就有很大的感慨 到底什么叫先 什么叫后 讲不不了 你讲 我最近常常跟朋友 分享一个事情啊 我就说我 其实对生死 死这件事情 没有人体验过嘛 对吧 其实好像是苏格拉底 还是谁说的 死跟我们没有关系 就是他没来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他 他来了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苏格拉底说 对 但是我 我说我有一个体验 是什么呢 是生孩子 因为呢 我有一次 不是有一次 一共就一共就 是疼着死去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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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进产房之前 那一天呢 我还在那里写 我在写 我在写文章 但那个那一章呢 我怎么也写不出来 我那个题目 哎呀 我就觉得那个结构 我就是不行 我就使劲在那儿 在想怎么弄 然后我在生的时候 还在想那个文章呢 其实真的 结果呢 等生完了 我才恍然大悟 我说这个话题 我根本不应该写它 就那整个那个话题 我就不应该写它 就把它扔掉了 我就什么都很顺畅了 可以写 后来我当时 一个感悟就是什么呢 因为那个生的那个过程 其实就跟你 到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再回来嘛 是吗 对 我就说 我想说你才发现 不是这我挺好奇 这生孩子的时候 你觉得 你精神上觉得 到了另一个世界 会有会有会有 就是那个体验 就是肯定跟你平常 就是说跟你一般的人 没有 我该怎么说 疼得丢了魂了吧 有 很多人会在上面喊 说死了算了那种感觉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会经历过那个以后 因为你的人生不一样了嘛 你才发现 原来你之前执着的一个事情 你花那么多心力的事情 其实根本就不重要 我想说的是这个 就这个事情 你就扔掉了就好了 其实老子有说 养生最重要的 泼汤水不能把孩子也泼进去 孩子最重要的 不是 我想说老子说 这个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会养生的人 不是说你吃多少补品 你睡觉没睡好补多少觉 而是说 你根本看不见 那个要死磕的地方 就像刨丁解牛啊 他说这个 或者是在军队里面 那个刀永远 其实他不会 不会磕到血的人一样 就是说 他的眼中根本就没有 要我去消耗我的元气的东西 目如全牛 我都觉得 想得越多的人越死 您父亲活得久 跟他那个心态有大关系 一人五十多岁 已经豁出去的 想干嘛干嘛 他怎么可能死得了呢 啥孩子都没有了 这要换成我死吗 换成我泪死吗 真的 就是这快乐了嘛 我觉得这快乐 有关系 但是咱们里面 每个人都一线癌啊 大量的病毒都被焦虑 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是那个杭州建销机场的 那个飞机驾 试飞员啊 那是体格好得不得了 飞机掉下来 去检讨嘛 就关在房间里 三个月 回来以后癌症晚期 就没有了 怎么可能三个月 二十几岁癌症晚期呢 就你这三个月时间里面 不断地在想 飞机怎么回事 就死了 像你爸爸这种 五十多岁开始挥霍人生 咱们可能死得了 他两百多岁好活呢 但是 别吓我 他的存款也不够了 马上算存款 跟你讲 这个世界有两个朋友圈 一个就咱们这个悲观主义者 我今天上午在参加 另外一个公司的 一个未来科学大会 那人家谈什么东西呢 谈人到底会活一百五十岁 还是活九百岁 那个咱们这 能不能过五十岁 人家在讨论 怎么过一百五十岁的问题 听说有些硅谷大佬 都已经换了基因换了血了吗 有一个曲线叫做道纳曲线 就那个道纳公司做的曲线 它是这样的曲线 就里面所有的那个新科技的 人工智能啊 5G啊 什么物联网啊 在那个线上面 那天他们画给我看 2019年那个道纳曲线 最顶端那个叫云计算 你说吴老师 咱们别投了 那个里面都是大佬 五哥啦 微软啦 阿里啦 都弄完了 那我说这跟线上最顶头的东西呢 四个字 叫人类永生 你据你对新科技的了解 游泳生 这事靠谱 那天我看那个王石还说呢 说这完全这是胡说八道 什么的 今年你看到没有 有个科学 是六月份的一个科学杂志 这个报告 日本人把心脏打印出来了 打印 3D打印 美国人前两年打印出来 但是没办法解决问题 就你血液 心脏 血液会回流嘛 这次日本人是在模拟状态下 心脏血可以不回流了 1904年 库茨威尔血那个 写那个起点临近 他说未来就三条线路 一条叫什么呢 叫人工智能 在你脑子里装个芯片 给你一句二十年 你人挂掉了 芯片还在 就是工程学意义上的人类永生 第二呢 叫纳米科学 就是身上的任何机构 都可以被打印出来 第三呢 叫做基因科学 打印出来能用吗 能用 现在什么都能用 什么都能用 心脏都能用了呀 都能用了 肺现在不是干肺都打印出来了 那还让人捐器官 还捐什么呢 不是那照您说 那还是好多人捐什么器官 现在很贵嘛 现在非常贵 第三就是基因科学 就是你基因提取 脑科学基因提取 我今天 在拉斯维加斯 有一个80后的 一个哈佛的 一个中国人 一个科学家 他们做了一个产品出来 手断了以后 装一个机器手 用大脑来控制它 跟朗朗一起弹钢琴 这个我好像看过 这个片子 对呀 腦意识 挺好玩的 就是说你还得训练用它 就是你脑子里得有个明确的意念 对 你是不是说你也不能胡思乱想 对 就是你得真的有点 类似于念力一样的东西 你形成能触动那个电信号 对吧 其实现在存钱其实挺重要的 现在就真挺下一个 他不是也会从十万捡到几千吗 对对对 我们等着那一天 等着那一天 现在就像青霉素发明一样的 比黄金还贵 过个十年青霉素就很便宜了 现在就那个 青霉素可能还没被发明出来 或者还在实验室里 还活着久一点 一军你想插什么话 没有 我刚刚想说 就是我最近看一个 那个英剧嘛 里面就是有一个小女孩 跟他妈讲 她说我要去苏黎世 把我的大脑去下载了 他妈说你是去安乐死吗 因为一般人不是去瑞士 都是去安乐死吗 他说不 我永生了 就是他把他的脑袋 整个电子化了嘛 他说我们以过去认为 这叫死亡 他说不 这叫永生 哦 我看了那个电视剧了 在那个奈飞上 你知道我最近还 我最近看了个真的 就是纪录片 还不是电视剧 叫这个 如果我没记错的 就是生物编辑技术 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非自然选择 非自然 就是有四五级 所以小波这个事 还真可以聊聊 就是说 他这个讲的呀 我们电视台的一听就懂 就是说 我们已经有这个技术了 就是啊 你的基因是可以剪辑的 是可以剪辑 可以剪辑的 癌症就是很多 就是基因 然后这个片子里已经拍了 已经有三亲婴儿了 现在已经有了 就是你看 夫妻两个有一方 有遗传病 不能生孩子 那么现在是什么呢 把另一个女的 然后这个孩子已经生出来了 就是 所以但是这个片子 他在探讨一个伦理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他说好像是一种什么蛋白质分子 就是说 他就像剪刀一样 他说可是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国都非常慎重啊 就是说 问题是人类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么一个门槛上 就是 我们能怎么样改造我们自己 怎么样更好 你知道他这个片子里边就讲到你这个问题 现在有些大药厂 已经根据这个生物基因呢 弄出治疗有些遗传病的药 几百万美元 那有些小孩得这种病 家长真是哭得可怜呢 没有捐助 你拿他 就说这大药厂 你这么这么没良心呢 但是药厂他没办法 他研发经费这么高 所以呢 现在在西方国家有这么一些志愿者 他们干这个事 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挺玄的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说 我们有志于 不要让将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富人有钱的人 他就可以用这个基因技术 基因编辑技术 改造自己 所以他们现在自己就说 我们要研究出来这种技术 让他成为民主的 就是非常便宜的 比如说你在将来 你在7-11里 你在那个超市里 你买几个试管 买几个什么 你就等等 然后这个纪录片里拍一个几个小伙子 你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把他那个狗改造成那个绒毛 荧光的 发光的 因为他只要找到这个基因里边决定毛色毛发颜色的 甚至他说 我觉得这将来太可怕了 就是他们描述 他说现在是什么 你比如说 你想长肌肉 将来的人 你不用去健身房 只要改造一个你的基因里边负责抑制肌肉生长的基因 你躺床上都能长肉 不是 躺床上都能长瘦肉 躺床上都能长瘦肉 我的天 你说 所以他就说我们人类现在已经来到这么一个临界点上 就说这个技术已经有了 当然很不成熟 现在就是 可是 大家用在治疗上面是没有伦理问题的 你在用在比如说人总培养上面 肯定是有问题 所以他们就将来说整容 整容将来也不需要了 你想眼睛变绿吗 这很容易 这个是现在是人理上有问题 伦理上有问题 16年那时候 IBM他们有个案例 就是有一个人得了一个特别罕见的 日本人得了特别罕见的一种癌症 但是他就跟基因相关 但如果你一般去找这个基因 他们跟我说读那个论文 要读那个上海大厦那么高 就论文叠在一起300多米高 你人读不出来 后来就用机器人来读 读了以后大概一天不到时间读出来 所以把那个基因找到 然后就把那个女的救活了 这是16年特别著名的一个案例 就治疗是通过基因剪辑来治疗 但你刚才讲的 把他眼睛变绿变蓝 长出第三个手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这肯定涉及到伦理问题 但他背后一定 那个伦理问题 背后第一个是 我们要先把 问题是你改变的东西 其实我们对他未必了解 对 你被改变的东西 你认为他跟A相关 他其实还跟B相关 但我们不知道人类的认知边界有限吗 可是不管跟什么相关 我们就要先把它界定为 执病 现在比较能够开放的 你刚刚也说了 那是病 我们治疗 要把它Define 把它界定定义为执病 这也比较好办 可是背后的整套的伦理的问号 我们下车的伦理